好,同学们好,那么这是我们AE的最后一次课了啊 那么最后一次课呢,我们做的是这样子的一个小的案例 我们呢,先看一下 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案例最终是怎么样去做出来的 那么其实呢,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最后在这里面的一个定格画面呢 我们再来慢慢动作 我们发现后面的画面是慢慢的怎么样 慢慢的慢慢的,哎,请注意这个足球啊 请注意这个足球,对不对 哎,两个足球的话,一个是怎么样 好像被拖键开了一样 哎,最后我们的画面是这样很动感的一个小的画面 对不对 那么像这样的一个东西是怎么样去进行制度的呢 哎,其实我们用到了我们之前讲的轨道蒙版的知识 对不对 这个一看是轨道蒙版 对不对 用的是阿法反转的 那么我们说再往里面去点 你看看啊 再往里面去点 我们点到这里面的画面啊 我们点到这里面的画面 你看一下啊 在这个里面它还有动画 对不对 当然这个动画相对来说 时间长度并不是很长 你看看 对不对 哎,我们这边有火焰的啊 有火焰燃烧的 对不对 当然也加了很多特效 包括最后画面弹出来的一个效果 我们是不是都去做了一个 呃,制作呀 对不对 啊,完了之后呢 还有什么 还有在这里面的一个镜头的一个切换 哎,我们来看看 这里面堆了很多的 呃,呃,呃,我们相信通过之前的内容的学习 你比如说像这里面的肯定用的表达式 以及怎么样 摄像机的知识点 那在这里面我们是不是有一个摄像机 那么表达式是什么意思呢 你看在这里面我们的几个对象啊 哎,它都是有函数在里面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直接的去看一下啊 啊,直接的U一下 你看这里面是不是有数学表达式啊 能看到吧,哎,有表达式的知识点等等等等啊 我们这里面用的非常多的一些知识点 包括我们最后画面感的镜头 对不对啊 镜头的画面感都要你去做一个很 就是说很完整的一个理解 对不对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这里面的知识点到底难不难 我们应该怎么样子去完成这个项目呢 好,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的先把A after in face关掉 那么第一节课呢 我们基本上呢 先把这个平台先给它搭建出来 也就是说我先要去做这个效果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在这里面准备的一个案例啊 我们找到我们的这个项目的部分 那么在这里面呢 应该说啊 整个的案例呢 就是说非常的内容非常的多 对吧 素材的量非常的大 那么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首先要先去进行一个整理啊 首先要先去进行一个整理 这个工作呢是非常重要的 好,我们在这里面呢 利用我们的这个 这个是一个PSD的 所以我们呢 在这里面呢 把PSD呢 给它打开 对不对 这是我们的泥土网上的一个素材 那么另外呢 这个是AI的一个文件 对吧 AI的文件 我们暂时先不去动它啊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彩块 我们也不去动它 因为我们已经基本上调整过了 我们呢 在这里面的话 要整合的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PSD的图片 这个PSD的图片呢 我们在这里面呢 要把这个图层啊 这边图层的命名方式啊 非常的乱 我们要给它呢 先去进行一个整理 对吧 要先去进行一个整理 好 那么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先把什么 这个是八七十节杯的 对不对 那肯定是过时了 我们先把它呢 删掉 完了之后呢 那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把一些那样该命名的图层 我们去命名一下 比如说是球 当然如果你习惯用中文命名方式的话 那你就用中文去进行命名 但是我还是建议大家用英文了啊 我们就在这里面的话 把习惯养好了 因为我们这个是最后一个项目了 所以我们呢 正儿八经的跟他去那边聊一下啊 这个是一个光线 对不对 这是一个发光的 这个glow 对吧 glow 那么这时候呢 这个呢 有的没有的 对吧 你看不到具体效果的 你看不到具体效果的 你把这边多余的图层空白层 直接给它删掉 对不对 那这个是激情世界杯 对不对 叫club 就尽量的去简单的去进行命名啊 club对不对 啊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这个呢 这几个呢 是其实基本上是星光啊 基本上是这个小的星光啊 好 大 好 直接的去进行命名 对不对 这奖杯呢 呃 奖杯的话 这个 呃 我们就奖杯啊 对吧 因为这个英文的话老是还不太清楚 好 完了之后呢 在这里面我们看看啊 这几个图层啊 我们呢 在这个地方能看到 所以我们把它去进行一个什么呢 合并啊 把它去进行一个合并 层呢 不要太多啊 所以在这个图层里面有一个合并图层啊 有一个合并图层 对不对 啊 这是一个色块 是不是啊 我不弄了 或者你叫color 啊 green 什么都可以啊 我们就不弄了块 对吧 啊 或者叫ink 对不对 喷剑的这种效果 好 来 这个呢 我们把它看看有没有必要 要这个效果 这个呢 有一点 有一点淡了 颜色有点淡 而且有一点杂 这个呢 就画面给人的感觉是有点杂啊 那这时候我们把它能去掉的就尽量去掉一些 嗯 这个呢 是有必要保留的 好 该呢 应用图 图层我们把那个应用点啊 对吧 该应用图层我们把那个应用点 所以那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说不需要去做的成 我们呢 下面就给他直接的呢 合并点啊 直接的合并点 那这个呢 对于我们来说呢 也是非常重要 对吧 也是非常重要 layer 那这个呢 叫做bg background的意思 对不对 那这里面呢就记录着 因为他不要做动画嘛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可以给他怎么样 去进行一个调整 好 最后呢 把这个文件啊 把这个文件 ctrl shift加s 好 ctrl shift加s 存储为 那这是我们用到的一个素材 比如说叫做石铁杯 对吧 clap water clap对吧 clap clap 翻译不是很重要 对不对 好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说我们就可以去进行一个前期的背景的一个搭建 对不对 那这时候我们重新打开我们的aft in phase 重新打开我们的aft in phase 那么在这里面啊 对了 我们在这里面倒是忘了一件事 啊 就说你看这个图像啊 它的图像大小其实是不太符合我们1920x1080的 所以这时候的话我们在这里面一定要做一个工作 它是1969 那1969跟我们的hd啊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所以在这里面呢 我们把它以像素为单位啊 把它改成1920 你看1920它是1071075 那么你把这个你可以呢在这个地方呢 把这个画面呢先给下面的1080吧啊 1080这个是1930 那这个时候呢就差不多了啊 宽度上面有一个实像素的延伸 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对吧 适当的把它大小呢 也给它去进行一个调整存储啊 这边呢呢 这个其他的东西呢 我们就不去做过多的调整了 我们呢就把它放在这个地方 嗯 好 那么这时候呢 我们的a呢也打开了 打开了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去进行画面的搭建啊 好 那在这里面的话 第一个 我们呢要去做 呃 就是前面的刚刚几个那个剪影的图片啊 啊 比如说叫场景一 对不对 好吧 我们叫step啊 step对不对 好 step01好 这时候直接确定一下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要做的一个工作呢 就是先把我们场景一的图片呢 给它捋过来 好 那么这时候呢 直接找到我们的那个 a影视后期特效 这里面的呃案例 然后呢 配合我们的实际的素材 那么在这里面的话 第一个我们要用到彩块 对吧 第二个呢 我们要有可能用到这个剪影 我们先去完成场景一的一个工作 那么这时候的话 我们直接打开 对不对 好 完了之后呢 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说 在这里面有三个人物的剪影 但这三个人物啊 我们要把它分开 对不对 我要把它分开 那这时候怎么弄啊 啊 那么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能明显的看到啊 这个剪影这里面 它是有白色的怎么样 底的 对不对 那这个是有白色的底的 但是这时候我们不管啊 我们有办法解决问题 好 这时候呢 我们先在这个地方 呃 Ctrl加D 复制三次 啊 Ctrl加D 复制三次 好 先读咒 这个开关表示读咒开关 就是单独显示某个层 好 那么在这里面 我们首先确保 最上面的一个 它是没有问题的 好 OK 那么这时候 直接的呢 确定一下 对吧 那这时候我们只能看到这个了 对不对 好 那么这时候把图层呢 改为正片叠底 那改成正片叠底 那这时候你看不到白背景了 你就看不到白背景啊 找到我们的正片叠底相成 相成就是正片叠底的意思 那有人说老师怎么没有变呢 没有关系啊 我们在这里面把那个彩块啊 也给他拿过来 那把彩块也给他拿过来 所以这时候我们把这个彩块呢 scale一下 按一下s键 你会发现 它是不是自动的就没了呀 哎 这个非常好理解 并没有太多的难理解的知识点 好 这个呢 明明一下 这三个足球运动员 这是什么啊 上面的 或者我们叫做 离我们最远的 long 是吧 这个是很远的一个 好 接下来再按独走开关 把下面的独走开关 我们呢 这个 比如说这个要离我们稍微近一点的啊 所以在这里面的话 你不需要去进行抠图啊 按按按坑键键 可以把它的位置稍微的去做一个调整 好 那么这时候呢 一样的给成相成 一样的给成相成 好 那么背景呢 马上我们的背景色呢 我们也去用什么的 白色的背景 那也去用白色的背景 所以啊 这时候的话 右肌合成设置啊 背景颜色改为白色 那这时候其实就是完全没有问题了 对吧 好 这是我们的第二个啊 middle 啊 那这个呢 我们叫不叫long吧 叫做far 对吧 叫做far 那离我们很远的啊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叫做近的near 对啊 好 所以这时候叫做near 那其实你这样子的命名的话 啊 每个人都能看得懂了 对吧 啊 ok 那在这里面 我们直接的把大小以及他们的外观呢 先给他们利用我们的遮造 给他呢 遮造出来 好 一样的改成相成 好 那么这时候呢 这三个图层呢 基本上就有了 对不对 就有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去进行进行摄像机的搭建了 那在这里面的话 这三个啊 它是一个一个出现的 并且有远近关系的 所以把这个怎么说呢 我们把这个三个3D开关都给他打开 对不对 好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们发现啊 背景啊 放大之后啊 它会出现这种极其不清晰的现象 那么在这里面 你把原始属性开关 这是原始属性 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彩块呢 它是AI的格式 它是矢量的 所以你可以把这三个图像的原始属性开关 都给他打开 你可以把这三个原始属性的开关 都打开 好 那么这时候的话 我们说 哎 就可以怎么样 去进行我们的这个摄像机的创建了 好 直接创建我们的摄像机 那么这时候的话 这个焦距啊 一般的我们选用50毫米80毫米 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好 请勾选这个景深 启用一下我们的景深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呢 你马上去做纵深的时候 它是有那种近时远虚 或者近虚远时的这种效果的 好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说 哎 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要去开一个表达式啊 开个表达式 当然在此之前先去创建一个空白对象 这个空白对象放在最上面 对不对 那么这个表达式呢 是怎么样去做的呢 我们在这里面直接的把这个这个P属性开关 以及我们的空城的3D开关 都给他打开 这个P属性的也给他打开 对吧 我们按住ALT键 按住ALT键 直接把这个箭头指向这个 后面的一个图层的参照 是前面的一个 然后呢 加上我们的这个选项 因为它是一个三维度的啊 所以它有三个属性 横向以及纵向什么 我们不需要去改变 那么这时候大家要知道啊 离我们越远 一个物体离我们越远 那这个值是越小的 那么如果离你越近呢 这个参数倒是越大的 所以这时候我们希望它离我远 那这时候参数值就比如说我给为-2000 那它的这个值呢就离你很远很远了 那有人说到去哪了呀 你看不到了 对不对 那这时候的话我们来看看摄像机啊 我们看看摄像机按一下C键 按一下C键 我们看看这个对象啊 不对 按一下C键 我们看看这个对象跑到哪去了 它一定是跑得离我们 很 就这个是离我们很近的 所以这个值应该是一个正值对吧 应该是一个正值 所以这时候的话它就离我很远了 明白我这意思吧 但是现在的参考对象啊 是前面一个 我们要所有的程度能应用这样的属性 那么在上一节课呢 我们讲了表达式这个概念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把这个改为index-1 后面的一个对象始终参照前面一个对象 所以那这时候就方便了啊 我们直接的呢Ctrl加C 然后呢把这两个值呢 的P属性按一下P键 直接的呢给按住Alt键 把这个呢开关给它开起来 对不对 好一样的是按住Alt键 把我们的这个关键帧都去掉啊 把我们的这个关键表达式呢 都给它写进去 按住Alt键 CtrlV单贴进去 所以这时候的话 我们这几个对象呢 基本上就有了 那么这时候你再去调的时候 你们要调远近调谁的 直接调这个对象的就可以了 明白吧 嗯好 那么这时候呢 我们一样的啊 按住Alt键 CtrlV三贴进来 那么这时候的话 这几个对象你看 我们要把它远 那它就远 那要把它近 它就近 所以这时候我们把这个值改为负的4000 我们看看能不能让我们的这个整个的对象啊 离我们再近一点 明白这意思吧 那如果你要离它更远一点 那就这样子就可以了 那这就是我们才开始做的 就是说把我们的这个前面的第一个镜头的 分镜头的第一幕啊 把它的这个表达式呢 先做到这个地方 那么下节课呢 我们继续跟大家去做摄像机动画 好 那么非常感谢大家的学习 我们下节课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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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